昨天这个平安夜 耶诞夜真的是又湿又冷啊 强烈冷气团持续发威 双北平安夜呢一点都不平安哦 台北市跟新北市消防局统计 昨天零点到晚上八点一共有十九人猝死 多半都是天冷送医不治 还是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保暖 救务人员麦力做着心肺复苏数 希望老先生可以尽快恢复生命迹象 老太太坐在一旁焦急担心 就怕老伴比他先走一步 平安夜不平静 光是在大台北地区 低温一次就夺走了二十三条人命 其中台北十一届 新北市十二届 都是六十岁以上的长者 平常有高血压或是心血管疾病的话 一定要在这种冬天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 平安夜淡水低温只有十二点九度 除了穿的保暖 如被有突发间的头痛晕血 胸闷胸头的症状 就要赶快打19 赶紧做心肺复苏数 搭配AED 抢救宝贵生命 明天开始又会有新一波的 强烈大温热气团南下 所以说各地的低温呢 从明天白天开始一直下降 影响持续影响是到周日这段时间 在中部以北的地方 低温都可能会出现十度左右的低温 明天开始冷空气再爆到 接近寒流等级 不过礼拜一就会回暖 不过礼拜一就会回暖 不过礼拜一就会回暖